你欠我一个拥抱的清晨 这个城市的夜风好冷 寂寞控制着我的灵魂 情绪随着躁动不完分 情歌往往越甜越伤人 好久没有错过这条街 因为我不敢触摸思念 对你我有太多的亏欠 只是没有机会说抱歉 不曾想到就在这一天 你我春风还在这条街 不敢看你犹豫的双眼 再多的感慨都化成了无言 有多少火太荒血 阴晴远缺 依然像你当初的笑脸 你给我留下了无尽的长脸 珍藏在我心间 如今已试过境迁 河河河一扎河河河河河沿 河沿不忍那条河又 乌鸡变成了彩鸿花 那又多了又 山村的夜市 怎么这么亮 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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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 通常来这道赶鸡呀 基本上都不辣哈每个鞋都来 混乱五块钱啊大爷的话今年的话是85高手了啊 讲啥啊啊 这确实没有 这一百春风的一语之一 桃花也很小一几台 这一百春风的一语之一 这一百春风的一语之一 你如何在最短的时间让这一套房变成三套房呢 如果我有两百万的房子 我会先抵押给银行拿到140万的现金 然后做低首付40万一套 首付两套总贷款280万 每月房贷是14800元 一线城市两套房的租金约为8000元每月 这样下来房贷每年只需要6万 剩下60万我会拿出来30万做理财产品 按4%的利息年息12000 剩下30万如果我去创业 失败率会很大 所以我会做低风险稳健性投资 纵观所有行业 稳健性投资属于互联网衍生的5行业 所以我会找10个会开车 但是没有工作的人去合作 给他们投资做顺风车 车以租代养利润55分账 采用日节方式一台车刨去所有费用 每天赚取400元我可以得200元 10台车就是2000元按300天计算 一年可得60万 这样算下来呢我完全不影响日常生活 房子按照最低5年涨0加5倍计算 我的净资产加现金将达到600万 现金理财接近40万 房租50万 顺风车300万 我将成功晋级千万服务 还有你们 思维决定命运 你能合理的利用资源和分配 财女亚迎向人事部报道 财女亚迎向人事部报道